为了协助吸毒者戒至毒瘾 台北县卫生局不仅积极推动美沙冬替代治疗之外 而配合医疗院所更加强卫教以及心理辅导课程 多管其下的戒至方式 希望能够让吸毒者可以重返生活常规 帮助吸毒者戒毒的方法有很多 近几年成效作为显著的方式就是美沙冬替代治疗 台北县卫生局表示 有心戒毒者如果都能够到医院定期治疗 不但可以减少犯罪行为 也可以重建吸毒者的生活常规 其实在替代疗法不单单是 医疗服务使个案不再为药营者发作的时候 去奔波找药 并且它可以借由每日定时的盗药 去服药的一个部分来重建个案一个规律的生活 那其实我们根据法务部的97年度的一个统计 那新搜一个毒品的一个案件 其实是有83,187件 其中一级毒品的一个案件 是有49,707件 如果这些有心戒毒的个案 如果进到医疗系统里面来 规则的服药定期的回诊 那不会再去为吸毒或者是找毒而犯罪 我相信对社会的治安一定有所改善 美沙冬不仅可以用来戒制毒瘾 对于肝炎、梅毒甚至艾滋病 也有间接的防治作用 过去我们知道像美沙冬主要治疗的对象 是属于鸦片类的一些物质 那当然最多就是我们知道的海洛因 那很多使用海洛因的这些成瘾的割 其实他们是用针头去注射的 那针头注射过去他们很多会有公用针头 或者说他们在去稀释液啊 这一类的东西他们会互相用来用去 所以造成很多血液传染疾病的感染 包括说最严重是艾滋病 所以最早其实这个业务是有卫生署的疾管局 他们开始发起的 那目前已经证实它对于艾滋病的传染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成效 除了善用替代疗法 北县六所配合执行的医疗院所 更加入了卫教及心理辅导课程 期望用多元的治疗模式 协助吸毒者早日摆脱毒瘾的困扰 天外天新闻专家正与阿文 北县采访报导